三国演义 第八回 煮酒论英雄 曹操杀了吕布 便班师回到许都 引刘备见县帝 皇帝叫人查了家谱 便认刘备为皇叔 曹操请县帝出城打猎 以观动静 忽见荆棘中跑出一只鹿 县帝连设三件位重 便改让曹操射 曹操用县帝的弓箭射杀了鹿 文武百官见了 还以为是皇帝射中 高呼万岁 曹操不把皇帝放在眼里 关羽见了 提刀拍马要杀曹操 被刘备拦住了 县帝回到宫中 想起今日打猎曹操专横的情形 不禁流下泪来 父皇后的父亲福丸 说 国舅董承可以除掉曹操 于是 县帝咬破手指 写成一道诏书 逢在御带里 赐给了董承 董承出宫 曹操正等候在宫前 让武士解下了董承的御带 怀疑御带里有文章 董承非常惊慌 说曹操如喜欢这条御带就拿去好了 曹操将御带看了又看 未发现什么问题 又还给了董承 董承得到皇帝的密令 便与大臣王子福 种籍 吴硕 吴子兰 马腾 刘备 煞写为盟 要共同除掉曹操 扶住汉室 刘备怕曹操怀疑 便门也不出 每天只在后园种菜浇水 关羽张飞问他为什么不留心天下大事 却做这样的小事 刘备说他自有道理 一天 关羽张飞到郊外练习弓箭去了 刘备独自在园里浇水 曹操派徐楚张辽请刘备喝酒 说起谁是天下的英雄 刘备假装不明白 一会儿说这个 一会儿又说那个 曹操说 当时的英雄只有我们两个而已 刘备听了 惊得手上的筷子也落到了地上 就在这时 天空响了一个闷雷 刘备装着怕雷的样子骗过了曹操 曹操见他胆小如鼠 便不再怀疑刘备了 袁绍杀了公孙赞 袁树要送传国玉玺给他 刘备便以拦截袁树为名 从曹操手中要兵五万 逃离许都 曹操派朱灵 陆昭两将与刘备同行 刘备打败了袁树 袁树吐血而死 传国玉玺又落到曹操手里 刘备回到徐州 让朱灵陆昭回许都报告曹操 曹操大怒 密令徐州首将车咒杀掉刘备 陈登将此事告诉了刘备 关羽斩了车咒 徐州 徐州又由刘备治理了 曹操大怒 其二十万大军分五路进攻徐州 刘备请郑玺写信求袁绍相救 袁绍果然调兵三十万来救刘备 袁绍让手下起草文书的陈林作讨曹操席文 把曹操的罪状公布于天下 此时曹操正因头疯生病 但在读过陈林骂他的文章后出了一身汗 病竟好了 自己带了大军前往黎阳迎战袁绍 只让刘待王忠领兵洋装攻打刘备 曹操袁绍两军汇于黎阳 曹军兵少 以守为攻 袁绍兵多 但主帅袁绍疑心太重 内部不团结 又不主动进攻 两军相持两月 曹军退走 刘待王忠自不是关羽的对手 双双被擒 刘备又把他们放回许都 请他们在曹操面前替刘备多说好话 刘备按谋士孙前的建议 分头派兵马驻守夏培小培 护为鸡脚 防备曹操 关羽守夏培 孙前守徐州 刘备同张飞守小培 曹操用谋士的计策招降张秀刘表 张秀在曹元之间犹豫 军师贾许说 袁绍连兄弟都不能相容 哪能容得下他人 于是张秀决定投校曹操 曹操不计前嫌 对张秀贾许二人以礼相待 曹操让孔荣招降刘表 孔荣推荐弥衡 曹操见弥衡 弥衡把曹操身边的武将谋士说得一文不值 自称他上可比姚舜 下可与孔子炎回相匹配 曹操嫌他太狂 让他专丝敲鼓的工作 第二天 曹操在大厅请客喝酒 令弥衡击鼓助兴 弥衡全身脱光了衣服 击鼓骂曹操 曹操不怪罪弥衡 让弥衡去招刘表来降 事成了便让弥衡做大官 弥衡不写 曹操让人硬逼着他写 弥衡见了刘表 又是一番讥讽戏弄 刘表知道曹操想借他的手杀掉弥衡 便让弥衡去见皇祖 皇祖是个武将 听到弥衡嘲讽 便将弥衡杀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镜与点点栏目